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每日电讯的记者讲述了他的飞机 结果同时就讨论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对他诉讼的案子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他就直接抨击了布拉格 在网上充斥了很多漫画 讲布拉格是索罗斯的婴儿 我看过很多故事 那川普呢基本上重复了他一直重复的一种说法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任何罪行 他们抓不到我任何过失 那个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女人比较歹毒 那个马脸的女人比较歹毒 那他是为了攻击川普的夫人 因为当时讲的故事是指川普的太太怀孕生子的时候 那川普跟他有那么一腿 大概故事是这么来的 那这个东西呢通常人民会说妓女的话能信吗 对吧 那嫖客的话能信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充实在人们的道德基础上 那偏偏在法律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政治也好 证据也好 是这种说法 那这个case呢 我们就讲这个case 这个case本身呢 是今年一月份逐渐发起来的 所以士布拉格聚集了 布拉格把一个普通的案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案子 在纽约州 在美国很多州的法律当中 这个东西呢 不是一个重罪 不是一个重罪 是个轻罪 所以士布拉格贼心眼的坏 为了阻止川普竞选 所以他的方向就把这个case给转了 说川普拿出的13万封口费呢 这个钱是他的竞选资金 因为在当时呢 川普在竞选 所以利用了一个时间上的重合 去告知他这个罪 如果说用了竞选资金 去封妓女的嘴 这个这事就 你听起来一听就麻烦了 因为联邦竞选资金 是从社会民间聚集来的 你是人家donation来聚集来 结果你用了这样的钱 去挡一个妓女的口 那就重罪了 因为上面有联邦竞选法律来管制 大概的背景就是这么一个背景的资料 就是他的故事是这么说法 但这个说法之后 就我们看到遭到了强烈的 因为他本来就把一个普通的case 去演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政治武器 布拉格是替索罗斯干活 索罗斯是今天深层政府的老板 一个脑袋 而深层政府又跟左派民主党 他是一体的 是他的灵魂 所以这就变成了武器化 那为什么引起了共和党人这么大的反感 就这么大的攻击力度 跟这是有关系的 这个故事也蛮有趣的 就是他们顾脑袋不顾屁股 就是左派干活顾脑袋不顾屁股 原因就是说 他不相信轮回转世 他不相信凡事有因果报应 他只相信自己能力 一看他戳到底 对不对 一直给他戳死算 所以这是今天基本上的故事在这里 那在经过这样时间推移 特别是上个周末 川普说 他要在周二抓我 那在这个所谓检察官的评论说 川普说这话有点胡说 其实川普在应对这种场面的时候呢 他很知道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退 特别是现在 他没有更多的话 他在相应评价的时候 他都转载媒体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他不自己说 他自己说是被他们抓住把柄 当他自己不说的时候 你就看到左派媒体对他的攻击 应该降到了相当低的一个水平 你抓不住他亲口说什么 这个关键所在 抓不住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川普昨天在回到西总理滩的过程中 就跟记者说 说应该 曼哈顿的布拉格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诉讼 因为他知道他会很麻烦 那这就等于是失败了 网上流传了一些假视频 都是假的 包括布拉格的一些说法 我看 因为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过 那东西有假的 后来有些中国人也在用 那些都是假 所以今天的麻烦就在这儿 包括很多正义都在虚假的背景之下 在伸张 用虚假的方式去伸张正义 OK OK 但我个人不太 我个人不会用这些东西 我个人不喜欢这 真实是最大的善良 真实是最大的力量 因为道家讲的凡本归真 是生命回归本源的地方 人家说打击邪恶可以用假的 我不想否认 但我不会做 不想否认 不会做 因为特别是当牵扯到一些 个人利益的时候 所以这里面基本上背景是这样的 好 川普讲说 他们可能放弃了对他调查 这是原报道是 NX出来的 就是那是极左的媒体 川普在飞机上向记者讲述这么一件事情 那随行的记者按照他说呢 应该有五个 来自于不同的媒体 我认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案 这是个假案 他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 但川普没有说 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让他 向自己摆脱了困境 当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困境了 因为被栽赃同样是一种困境 布拉格的发言人 今天刚才拒绝对川普的说法 发表评论 但说星期六的这个宣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项 拒绝评价基本就失败了 基本就失败 这个发言人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case呢 还在进行 因为进行不下去的本身也是个进行 所以没有结论就是进行 这是很简单 所以这个说法就表明这个case完了 基本上他承认这个case完了 川普言论是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 一天之后讲的 那原帖子呢 是川普用棒球去打布拉格的那个头部 这个帖子我们在一期节目中用了 一些媒体认为这是川普不对的地方 他不应该这么做 特别是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不喜欢川普 纽约邮报是推德桑蒂斯的 所以媒体都已经这样故事了 所以今天这个纽约邮报就登出文章 去评价川普那个拿棒球棒 这边是那个布拉格脑内要打他 是这么一个拼接的图片 作为川普一个很真实的人 他不掩饰自己的做法 但甚至同样不掩饰他的愤怒 那这样的话在政客的环境中 在礼貌的借口下就会去攻击他 所以这就是故事了 基本上是故事 但他表现出川普真实一面 因为那东西是假的 一切都不存在 那媒体就说你还没有证明那东西是假的 所以我们原来评价就就我我个人觉得是很有趣的 说你那你信你太太吗 你太太相信你吗 你告诉我你怎么证明 啊你数字化告诉我你怎么证明 百分之九十七百分之九十八还是百分之四十九 还是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百分之二百五 这是很荒谬的 任何一个家庭你都没办法证明 很多试图证明他的忠贞与欺诈的时候 你就看到家庭的破裂 那在这种破裂与组合的背景之下 你看到的是受欲 甚至连牲口都不如的东西 当你试出证明彼此的爱与恨的时候 很荒谬的 说他曾经错误的预测 三月二十一号被被捕 有关 从而导致捐款激增 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没错 那没什么错误的 如果是一种手段 如果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确实想抓捕他 so what 这就是川普的做法 川普自己很有趣的一些做法 然后下面就谈到这个case本身了 就没啥意思了 然后就谈到这个布拉格计划 对他进行起诉 有关费用的问题 那他们呢 我用的也是这个纽约邮报内容了 纽约邮报是反川普的 所以他就会用一些反川普的一些口号啊 图片照片呢是这样的 那文章的最后呢 他就用了一处 有两个人 说要抓捕川普 纽约州的法律 这是个轻罪 但布拉格非要给他用重罪来做 所以周一要开庭 感谢朋友 支持